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君武器言,你节目主持Larry 好,欢迎大家回到这一节,就是军武器言Crossover霍克新知的节目 那我们今天又跟陈博聊聊天,主要我们讲到最近俄罗斯的一个太空计划 也是一个登月的计划来的,今次这个月球25号,或者我们直接称呼叫Lunar 25 那它今次就事隔了47年,继续这个探月的计划 那当然大家都会有一定的期望和一定的怀疑,究竟隔了这么久 那它里面的人材的传承,技术上的延伸,可以做到什么 那结果呢,它也是不负众望,果然是炒了下个月球图的 那这个呢,今天都会做个分析,就是这个Lunar 25 它今次在个月球的硬着陆,就是我们俗称的撞击下去了 那究竟整件事,就是有什么的启示 那当然我们都会分析,有什么原因出现等等的东西 那某程度上呢,也都激到他们其中一个很,就是一个元老级的人物 以往呢,他们都是在四十几年前呢,是参与过这一类的登月的计划 这些的元老级人物呢,都真的激到入院那样的 那究竟整件事呢,有没有牵涉到政治啊,腐败等等的东西呢 那我们都会从科学角度去观察 那当然呢,这个是不是又讲到一样东西就是 如果我们讲到每一次的登月计划这类东西呢 是讲一个科技,发展到最细致 在那个操控上面的极致的做法的时候 代表他接下来去发展一些军事武器等等呢 当然也去到最极端,去到最尖端的技术呢 是不是俄罗斯已经在现在那个最尖端的技术的梯队里面 已经是被排擠出来 那会落后给美国啊,中国甚至乎日本啊,印度呢 这些后气之瘦呢 那俄罗斯是不是就已经生了瘦呢 那今天呢,都要和大家分析的 那大家在开始之前,记得啊 那就订阅我们《军武器言》啦 还有订阅《科学生志》啊 免费订阅,多谢大家的赛 那记得给个like 好啊,那我们就找回陈宝威,陈宝你好啊 是啊,Larry你好啊,大家好 是啊,那就是讲戏啦 就是这个Lunar 25呢,Crash on Moon 这些东西呢 都很多发生事的,老实 那但是呢,我们先说 其实这个Lunar 25呢,他这次呢 就是要做这个登月 第一,他就加了47年啦 就是做多一次啦 那他这次去做登月,有没有什么意义 那接着呢,我们再讨论就是他 为什么会炒啊,那些情况 那你看回整个,由苏联时代看起啦 就是你刚才都看到47年后再度尝试登月 那这个你就知道47年前都还在讲苏联时代 现在就已经俄罗斯时代啦 那就是说呢,在苏联解体之后 这个俄罗斯时代呢,其实就没有再尝试这个 一个这样的探月的计划 是苏联时代有 那数回历史呢,苏联时代呢 就在那个1966年啊,至到七几年呢 60至70年代呢 可以就是说美苏去登月探索的竞争的最高峰 那由66年苏联率先真的派到 卫星和那个月球车去着陆 甚至拿到月球的sample 回来 那这件事就直接激发了美国人呢 更加要加速它那个派人去登月的计划 因为呢,苏联已经用了机器登月了 那但是如果你美国再是用回机器登月呢 就是说做第二啦 但是如果你能够在技术上面有突破 派到人上去的话 那出来的那个,就是那个标志性的意义更加大 那现在大家都很记得 就是美国曾经派过人去登月 不止一次 那但是呢,其实大家还记不记得 苏联呢,比起美国更加早已经派了这个机器 或者上去登陆,又拿过一些sample呢 那可能就不记得了 那由这儿,你很容易想到 普京这个人,他会怎么看这次的project呢 最擅长最擅长的就是做到 隔了47年,我照去搞这个project 一样可以 就是说,俄罗斯不会被苏联差 是不是? 然后甚至乎就是,我们的技术就是 就是中间都不用再测试什么了 我们本身的功底又那么厚了 以前可以,我今天照一样可以 但是,现在很清楚了 那他撞了 那我想那个所谓的战略目的 我想都大家心中有数了 嗯,如果陈博我们这样看呢 就是,他以为自己有这样的根两 几十年前做到这些事 可能现在做不到 但是事实上,那个国家体育的资源 甚至乎,他人财的流失都是另一个问题 那,反过来我们这次他那个登月里面的过程里面 其实他那个失败和以往呢 其他国家呢 那个登月的失败 例如我们说的日本,印度 我们都试过了 都试过硬着陆的 那,跟这些的后期之秀去比较 他这次那个登月失败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呢? 那,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了 我们先前都说过一些 例如你说登月或者灯火星这些计划呢 最惊人的那一刻是哪一刻呢? 就是你真的派到那个探测车下去 就来到地之前那十几二十秒至三十几秒那一刻 其实是最贵最紧张 也都是运算量最大最扣人心言的 那我还记得我们的节目都有提过 就是因为你那个电脑运算 要是很精密地计算到地下在哪里 还有就是跟地面那一路的沟通的距离越来越短 你怎么去调节 就是那个反作用的那个火箭 令到你可以保持平衡的那样登陆下去 越近地的时候 那个万有引力越大 你就好像一路加速得越快 但是剩下的时间越少 你就越快要去达到一个平衡 所以无论是观察、反应、运算 其实对那个要求是多高的 所以你都不要说 苏联可以在六十年代做到这件事 其实非常之了不起 那个年代那些 就是你说如果有电脑的运算能力 可以有多高呢? 所以其实就一点都不容易做 那现在目前为止大家数一下 就是不计算以前的苏联 现在真的再有能力 去摆这个机器上月亮 去甚至火星这些 那你第一线就是说中国和美国 那就是中国在后面追 就是美国就一直保持着领先 那中国也都不想落后太多 所以都紧随其后 那也都有一些成绩 成功是登了上去 但是最后那辆车 就是可以玩多久 失了联络呢? 那那个就另计了 但是另外 有些国家其实就 连想摆得漂亮的摆下去 都不是那么成功 那譬如你说的 后面日本 印度 俄罗斯这些国家 那都是想 紧随其后 就再次 就是试一下 安全地去着陆下去 那你可以数一下 日本试过 就不行的 就失败了 印度也是试过 又失败了 但是日本和印度那种失败又是怎样呢? 那这就要想一下 你那个登月计划 你把火箭带上去 射上去之后 最初你就要去脱离地球引力 就走进去 向着月亮那里飞行 进入去的月亮轨道 而且你也希望就是 跟月亮的万有引力相互作用 就令到这件事可以圍绕着月亮转 成功地圍绕着月亮转 那然后就是 你再慢慢修正这个轨道 你最初入了月亮的轨道 可能那些参数不是那么漂亮 就是 跟月亮的距离还是比较大 而且轨道还是太过椭圆形 那如果是椭圆形 就问一下Larry 如果一个轨道是椭圆形 其实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椭圆形? 是啊 就是不稳定 是啊 就是距离不稳定 是不是? 你不能保证 就是你时时刻刻都在月球以上的固定高度 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你是固定高度 你就出来是圆形的 是不是? 所以这些就是完全是牛敦 就是不需要用到什么相对量子力学的 你用牛敦的计算就是 就是怎样可以将那个椭圆轨道 怎样去适当地去度向修正 令到它进入一个越来越近的圆形轨道 最初可能是一个椭圆得很厉害的圆形轨道 慢慢将它弄圆一点 接着再尝试下降的时候 它可能变回椭圆多一点 接着你又再将它弄圆一点 一步一步地下降 那其实无论是你说 美国、中国、日本、印度这些国家 甚至俄罗斯今次的任务都是的 发射上去飞向月亮 接着要经历一个历史好几天的修正轨道过程 到修正到一个地步 你认为对了 能够和月亮保持一个稳定的高度 那个稳定的高度通常是多少度呢? 一百公里左右 甚至乎有些你要求高一点 几十公里左右 它一直保持月球表面几十公里这样转 那你想一下其实那个要求是多高的 其实都 那你那些参数的精确度要做得很高 那然后你可以找到 落到你理想的那个轨道之后 就开始准备放这些东西下去了 那你想一下就算是美国再人登月计划的时候 放下去那一刻就由人拿起来的 那然后就看电影或者实际上都很惊险了 就是差一点点就没有那个噴射原料 就直接跌落地了 是的 是的 那其实很惊险的那一刻就真的是 那现在你就交给一个机器去做 那 好了 那美国可以用人手去做这件事 那日本就是试过那件事 认错了地下 不知道在哪里 跟着就以为到了地下实际没到 跟着就下去 那就跌散了 印度在四年前都是差不多 是的 那俄罗斯呢 今次去到这一步了 连这一步都没到 它还是停留在先前去准备去降落 一个合适的叫pre landing orbit 尝试去迈向迫近的pre landing orbit 都没做到这一步 就已经是调错了轨道就撞了下去 所以它不是说落 不是说想落的时候落不了 是基本上没准备好落的时候已经撞了 哇 那就是你这么说 就是我说它这次那个错 就是错的其实挺噁心的 挺仰衰的 我会觉得 就是你说如果去到最后一步 要落才落不了呢 那就是技术差最后一关 就是如何控制落那一刻 那这个是日本、印度 和俄罗斯都应该是 放很多心力去做这个问题 但是谁知道原来是 你想去迈向pre landing orbit 想去迈位去开始落那一刻 都搞不定 接着就那些参数 不对 接着突然之间说 入了那堆参数一走之后 就看到东西就失去联络 接着之后发觉它撞了 这件事情就变成了这样 噢 噢 如果听下去也挺大的事情 就是听下去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会不会是他们之前做模拟的 很多事情的时候 就是那个数据上 其实都 就是有些出错 才会搞到 就是在这么早的阶段 就已经出事了 那这里呢 完全没有资料 你看到就算俄罗斯一篇 都没有什么公布的 但是我就会说 你如果由66年 那些计算那堆东西 就算精确度不够高 但是那些计算本身的框架 是用不得翻的 是的 但是你怎么将那堆东西 你今时今日呢 你就不只是 就是你会交给更加精密的电脑去做 那你可以用一个 藉着今天更加精密的电子元件 就给它做一个更加大的运算量 那所以可能你最后整个code 你本身要再更新过都不期 那这纯粹是我的猜测 但是有一些可以 今天的时候呢 就是我才看到的那个新闻 就是刚才你说 就是说有一位 他们元老级的人都激到入医院的 是 那这个人叫Marov 那他90岁 那他知道 就是他就是这次这个项目的顾问 他就不是正式召非那个了 但是是做顾问 为什么找他做顾问呢? 就是因为47年前的任务他有份 那就是真的在苏联时代有做下去 而且当年就是他当打40多岁就做的时期 那今时90岁就去做这个顾问 那他一心都希望能够 哇!我们俄罗斯民族能够再次登陆月球 但是他突然之间这样失败了 他都说了 通常这些任务一等又要等几年 他自己都在想 都应该看不到下次的 那接着就进入医院 那其实在他的那个言论 他有透露一些事情的 就是他甚至说的 应该是在那个软件程式上出了一些问题 但是这个是他的估计 那最后究竟那个事情是怎么样呢? 那这个就暂时没有进一步的报告 但是就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 那个参数一进入了之后 这个东西飞错了 不知道去了哪里 去了一个我们不想去的轨道 那就是说呢 那个传讯接收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他那个处理运算那裡 似乎有些古怪的 所以这位专家他猜 Marov他猜 应该是他的algorithm出了问题 那我觉得他这个直觉古怪 都有合理的地方 嗯 这个我想都跟现在俄罗斯 面对的那些军事 都有一些类似的困境 包括他们那些电子 例如我们说他们的战机的发展 那些战机发展 那些战机发展 以往他有一架很厉害的战机 叫米卡25 那就是令到 连西方战机都觉得很恐怖 这架战机 就是呢 第一飞就飞得快了 跟着那个速度 是可以拦截到 美国去到飞弹级 甚至乎是Blackbird 他都有机会把他拦截下来 都挺厉害的 但是最后呢 一个叛徒的一个机师 降落了日本拆解 用一些移极管 一次的引擎 就是引擎用一次的报销 一部都不知用多少次的垃圾飞机 但是呢 把他弄到尽力之后呢 就是吓你一颈 那些东西 就是用一些no-tech东西 去夸张地使用 那些情况 那他现在的战机 也有点像这样 就是他最厉害的战机 都是街乎在 就是有些像90年代的北弱的技术 都是停留的 那落后都是30年左右的 最少 那这个也是 甚至乎 连我们说些后继的战机 例如中国的战机 那可能他们都 比如说上航电 电子东西都被俄罗斯出色 那所以可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其实呢 以往俄罗斯 或者叫做前苏联 他们那个太空科技技术 也都卖不少给大陆 好实话 那所以为什么大陆突然 那个科技发展得这么厉害呢 甚至乎那些穿梭机计划 很多时候都说 就是很多都真的 那时候都卖了给中国了 那令到他那些登月计划等等 都是继承自己 但是你都要发展的啊自己 就是你看中国自己 都有人才去发展 就是电子东西 一路去更新换代 去追回这件事情 所以陈伯你觉得 现在俄罗斯 他去到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他来的那个太空 那个探索里面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呢 就是甚至乎 你说建立月球基地 这些呢 都不用有他份的了 这些事情 嗯 就是你说纯粹是 依靠机械来 去达到目标那些呢 那前苏联就很 就是这些事情可以做到很尽的 但是呢 你看到未来那些这样的 登月计划也好 太空计划也好 甚至乎你说飞弹道向啊 甚至乎你再看到 无人机对无人机之间的 那种这样的战争啊 我可以就是说 那个软件的运算能力呢 是将会佔了 越来越重的一个部分 而这件事情呢 就是大陆意识到它的重要 但是呢 俄罗斯也都一直没有办法 就算它知道 意识到有这个不足的时候 也都没有办法去追 就是始终就是呢 大陆呢 它就算 自己发明不到 但是它有一些可能 比较低grade一些的 一些集成电路 一些的技术 它自己本身帮人做代工生产 就已经生产了很多 它就可以呢 就用一些 还是比较low tech的晶片 来去达到它的目标 而且做出来的效果不错 但是俄罗斯它自己就是 连做一些比较low tech的晶片的技术呢 它都没有一个很重要的生产线在那裡 所以你看到就是 甚至乎俄罗斯它自己想要晶片的时候 分分钟都要跟大陆 买一些比较低端的晶片都不奇怪 如果再讲到就是说 最后怎么可以精密地运算 令到这件事情可以更加精确 和更加稳妥呢 那我觉得今次这个登月计划呢 一来就是不可以令到普京展示到 可以回复苏联的辉煌之余 恰恰相反就是 反而就是证实到俄罗斯 现在那个落后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我就觉得 它传统上的通讯 那些这样的机械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都会觉得 会不会是那些软件运算 那裡出了事呢 那可能就 真的好像Marov自己 这样去讲都不奇怪了 那就是那个控制系统那里做得不够好啊 那其实都某程度上 都是有个问题出现就是 如果现在最新的那些科技那些武器呢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讲究精准打击的嘛 那这个是不是都正正就是他们的死穴 尤其是你说他们的武器可以做到很大 威力可以做到很大 又可以射到很快 但是你无论有多大多快 你打不中呢 有多大多快都没用 那它会不会是高车速武器 其实现在它那条路 怎么发展下去呢 其实那个极限呢 就是都相当明显 尤其是我们说的 备手飞弹都被拦截了 那其实是不是都很多时候 他们现在再发展这些武器呢 其实都真的言过于实 那个思维是有些追不上的 或者它想那么快 但是根本都驾驭不了这种速度 还有都可以说多样东西 就是有些就未必是很和科学有关的 就是 现在他们这个project 摆下了47年 一下子就要做这么大的东西 其实都挺无尽的 其实都 就是一切就假设以前的东西完全没有问题 他会不会想一下 其实说不定47年前的project 很多都是拼一拼的呢 就是连 其实说真的 连美国自己在人登月计划 都跳了很多步 有些东西是拼一拼的 更何况苏联那边呢 是不是 那当时有一些东西被你拼到 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效 或者可能不应该有效的 幸好就刚刚cover up 掩住了 没有发作出来 但是这次就不是了 已经现了形出来 我想他们在推这个计划的时候 都觉得是一种形象面子工程 就是觉得我不管 总之你跟我搞定去 就一定要得到那些 所以一下子你说那种冒进 甚至乎 会不会有怀疑是那些贪污问题 那我想都会是 就是 会慢慢就可能 顺藤摸瓜就会摸到出来 你说如果纯粹有一个工程的考量呢 很多一些比较测试前期的project 是需要做的 那你如果一下子就说 我要做回我那个 1966年的project 不过就再做好一点 做好一点 完全是 就是和你想想 有上一辈的经验的人 就是说Marov这些人 他就做一个顾问的角色 那 就是当年有多少的经验 还可以流传到来呢 那你就像那些Marov的人都90岁了 有很多是可能 已经是更加 当时更加高级的人 根本都不在人世 所以其实那种成功经验 有多有效地传承到来呢 那现在出现了危机 所以你说如果 如果不要那么冒进 专心培养回现代俄罗斯那些人 一些基本的经验 那开始做一些很简单的项目 拿了一个成功感 知道每一个的环节 就是哪里重要不重要 哪些是需要多些关注的地方 但是一下子 现在就要这样上去呢 似乎就 就真的看到一出事 就直接就是 有几样东西一起發作了 你连经验 究竟全城那里 哪里应该做多些事情 所以可能整个分析 你都要做得很详细才行 嗯 还有现在呢 我们说到一些后期之寿 包括日本 或者我们说的印度 他们的发展 都很快就会把俄罗斯 放在后面 一变成它是太空发展的三流国家 印度和日本 是真的在这个竞赛上面 就是会领先俄罗斯的 这件事很快就知道了 大家就可能 这个 听开这个节目这几天近日内 你就会知道了 至少印度的结果是怎样的 那就再留意 那我们暂时 这个节目这一刻 都还不知道 都还要等多几天才知道印度的结果 但是我会说 印度在酝酿这次的任务之前 他已经先有两次比较近期的任务 是试过的 就算失败也好 但是同一批人 在失败之中累積了经验 那就是为他们整个国家的团队 训练了一批 对于现代未来很重要探索的人才 而这件事 俄罗斯还要有时间去建立 也要 嗯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 想问回陈多 就是你觉得中国呢 就是他们那个体育计划 因为很多都私承俄罗斯 其实这件事 有没有一些值得 就是中国都要忧心的地方 嗯 我会这么说 中国的体育计划 私承俄罗斯 是很早期有一些 苏联专家那类的经验而已 你说真真正正由那个80年代90年代呢 你如果问我呢 今时今日那些中国的计划 你看到他从美国学回来的 远远多过他从苏联学回来的东西 这个挺肯定的 就是始终就是他后来帮中国培训人才 其实更加 尤其是近年近期那些 更加多是由美国回来的 那当然了 也都不能够否定就是说 中国自己在经历这个文革之后 重新去 就是 去好好的去执掌回他们自己的 那些飞弹计划 和太空计划 那他们有自己的努力在那里 但是其实呢 很多的 由80年代以后的项目呢 其实是 你发觉 往往是多 更加多美国的手影在背后 其实就是 就是 中国现在都是以美国为师 就是我们说 看着美国的脚步去做 甚至我们之前和陈伯一同说 就是他会不会发展 中国版的升年计划 甚至乎那个 你记得那个什么飞行器 那个好像迷你穿梭机仔 那些 就是 那些我们也说过 你就看到就是说 由 就是 美国的 就是 美国计划的一些影子 在那里 是啊 就是中国版的X 旁边 是啊 是啊 所以就可能 就不是太过担心 中国那边 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发展方向 基本上和俄罗斯的全城 可能很久以前有些关系 但是现在就应该都靠近 美国那边的方向去研发等等的东西 好 那我们就 这一集来到这里 那其实呢 过了两天的了 其实呢 印度那边呢 都会试射 那又是Moon landing的东西 那我想印度这边呢 就 我们看一个情况 会不会被盖壞呢 就是 如果你成功 当然我们都会说 就算不成功的 那可能呢 都有一些分析 那也值得我们呢 可能有下集 不出奇 那我们就 再观察 那多谢陈博先生 那大家都记得 就是呢 就免费订阅 包括《科学生之》 和《坤沛器人》两边的频道 那大家也记得帮我点赞 好 那我们呢 下一节呢 再和大家去探讨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